交易系统的理论品 交易系统指的是更科学的 更有效的一个 按照某一固定的思路或方法 及系统的进行交易 能否构建出自己的交易系统 是一个交易员能否踏入金融王国的必经思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交易系统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交易 它不是这种 你看绝大多数人是凭感觉交易 而真正的交易系统 它是系统经营系统交易 它有效率研究 有这种策略研究 构建出自己的交易系统 什么是自由金融王国 自由金融王国就是 我们能够在这个市场里游刃有余 即便在市场出现逆境的时候 你能够依然维持对于市场的信息 交易系统的出现 是计算计划的必然结果 反映了人们对市场运行规律和特征的认识 走向了条例化和体系化 比方说这次的超跌股 你如果手动的去选 把这些超跌股选出来 然后计算一下它们的累计跌股 肯定会出错 因为股票太多了 别说三千只 一千只股票 你要挨个算一遍 然后再进行统计 再进行排表 估计也懵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有一些简单重复的工作 是交给计算机 计算机越来越发达 它可以与人类下棋 那么它可不可以帮助人类进行交易 所以说 这一块 我们之所以提前说 就是程序化交易 可能会占到未来的 交易的主的方向 它可能是未来的一条路 那么它就抛开了 程序化交易 它就抛开了人的 性格的缺陷 比如说贪婪 恐惧 等等等等 这些一系列的性格的缺陷 当然这里我们现在比较远 但是呢 我们先可以半条腿迈进 程序化交易的市场大部分 我们只是先有一个计算机化的概念 因为现在的计算机自动交易 还没有普及 好吧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交易系统 系统性交易大师 詹姆斯 西蒙斯 我为什么要说他 就是说 波浪理论 有没有人用波浪理论 做得很成功 有没有人 有很多人 说他用波浪理论 用得很好 但是呢 波浪理论 用得很成功 赚了很多的钱的人 没有 或者是 我们没有发现 或者是他很低调 他不爱说出来 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 赫赫有名的 沃伦巴菲特 他肯定没有用波浪理论 他虽然说是一直价值投资的先驱 但实际上你看 你看 他在选择买入时机的时候 通常都是低位 就是现在他肯定会去买 不会去卖 而大幅上涨之后呢 他是会去卖 而不会去买 所以说 你说巴菲特 他是选股的高手 其实我认为 他更是一个选时的高手 只不过 只不过 他的一系列的思维和方式 他需要创建出一个 令人信服的理论 放在前面 价值投资放在前面 其背后呢 其背后呢 他在研究入场的时机问题 比方说这个中国石油 巴菲特入场的时候 非常悄无声息 中国石油在2007年 在A5上市的时候 巴菲特说 中国石油是亚洲最赚钱的公司 大家分分满劲的时候呢 巴菲特在偷偷的卖出 很有意思吧 所以 巴菲特他采取的策略 包括索罗斯 都是一样 他在告诉大家 我们 为人熟知的映射理论 以及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但其背后呢 他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 去买股票 买入 好的股票而不分十几 不是的 也就是说 他背后有自己的 记住 他一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但他没有对外公布 而公布的是 我们都认为有道理 但是你用它 就不一定零的 这么一个东西 包括映射理论 以及巴菲特的价值投资 还有 还有 比方说家人理论 波浪理论 道士理论 这些理论都赫赫有名 这些理论都赫赫有名 但问题是 哪一个人真正的用这些理论 真正的用这些理论 成为了大家的 所以说 做学问 真正的做学问 要在不疑中有疑问 因为说这个事的人太多了 它就变成真理了 比方说 买是徒弟 卖是师父这句话 你会买不重要 关键是你怎么卖 一个人说 两个人说 你听周围的人都这样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 原来买不重要 卖才重要 可是大家想过没有 你卖的时候 你能忘记你买的价格吗 你能忘记你是赚钱还是赔钱的吗 你如果忘记不了 那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卖的怎么样 关键就在于你买的怎么样 所以我们在讲系统性交易的时候 构建自己交易系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 在这个行业里 他已经用此方法出名的人 就是詹姆斯西门斯 这很重要 假如没有这样的人 你像讲波浪理论 我说这波浪理论不太好讲 人家说又有什么不好讲 很多人讲波浪理论 能讲一天 可是我告诉你 波浪理论的创造者 艾略特先生他没做过资金 他没做过交易 这就是典型的纸上探定 我发明了一个理论 用来交易的 可是我没做过交易 你说很好 很搞笑吧 所以我们今天找这样的一个系统交易大师 是为了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个领域有成功人士 而且极为成功 根据美国机构投资者旗下的杂志公布 最新显示数据 数学教授出身的模型先生 詹姆斯西门斯 连续两年对于对冲基金经理收入排行 名列第一位 他的最近的20年年复合收益率 全球第一 他的能力远超巴菲特和索罗斯 68岁的西门斯是世界上的数学家 也是伟大的对冲基金经理 他24岁就出任哈佛大学的数学系教授 曾以著名的华裔数学家陈醒生 一同创立了陈西门斯几何定律 该定律成为物理学重要的工具 这是介绍他的数学天分 下面这段 西门斯和他的文艺复兴公司 是华尔街一个彻底的异类 公司从不雇用华尔街认识 什么意思呢 你越交易经验老到 我越是不用你 而是靠数学模型来捕捉市场机会 他的理论叫做壁虎理论 很有名 詹姆斯西门斯 他做的这个交易极短 他有特定的交易模式 输入电脑之后呢 就像一个壁虎 等待猎物出现之后 他再出击 出击之后马上又收回来 来捕捉那种瞬间的市场的机会 那这种瞬间的机会 人很难捕捉 人是很难捕捉 这是 是这位投资者 成为超级投资者的成功的秘密决 詹姆斯西门斯 所以说现在你说 哪一个基金公司赚的钱最多 就是詹姆斯西门斯的大奖章基金 他的基金公司叫大奖章基金 很厉害 我们把它说出来呢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这个是有成功人士的 就这不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 有很多人在研究技术分析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个怀疑的问题 我们现在去研究技术分析 那么技术分析对于进入市场的交易 到底有用没用啊 怀疑 你一怀疑就麻烦了 为什么 假如说有一道数学题 你知道它一定有解 那你在它很难的时候 你就会费尽思量的去做 因为你知道最终它是有答案的 只不过我没有找到而已 如果一道数学题 它不告诉你这道数学题 它有没有解 你在做的过程中就会很痛苦 很苦恼 因为你可能会再做一个 没有答案的数学题 这让你很迷茫 没有自信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关于交易系统的简介 这就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了 美国的程序化交易 现在很发达 据纽交所最新的统计 2004年6月21号到25号的交易过程中 程序化交易占到总量的70% 当然也引发过 程序化交易的系统性崩盘 也引发过 就是因为程序化交易到了某一个位置 它极东的卖出 在那种情况 但是总的来讲 美国的程序化交易 它比较划达 关于交易系统类的书 国外的研究系统交易的 有两本 第一本 克罗谈投资策略 第二本 通往金融王国的自由之路 现在叫做通往财务自由之路 这两本书都是讲关于程序化交易的 这两本书 而国内的就是比较早 有做一个系统交易者 徐扬的 和97年 波涛的系统交易方法 当然近期也有 近期也有关于 写这个系统性交易的 它是一个分类 系统交易 它是一个分类 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 把它讲得特别的细 我们先主要是讲 让你了解一个 什么是系统交易 什么是交易系统 我们怎样构建自己的交易系统 讲到这就行了